秦朝末年最大的胜利方竟然是个年余五旬的老混混,乌江河畔,高傲的楚霸王不想独自过江,无言面对家乡父老,最终自吻于乌江江边,这场楚汉之争终于迎来收尾,一代霸王自吻于江边,美人鱼即因为战争香消玉云,面对步步紧逼的汉军,向于悔不当初,他有很多次机会除掉刘邦,但因为看清对方,给了对方翻盘的机会, 更后悔兵先韩信来投之时,自己无视对方,并将他排挤出去,使他转投汉军,最后成了拿剑抵住他咽喉的屠龙少年,那刘邦为何非要除掉韩信呢? 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胜利史,欢迎订阅观看,韩信本是名门之后,家中留下无数书籍让他养成看书的好习惯,他从小宝读诗书,兵书,积载下知识,可家族传到他这一带没落下去, 有时连吃饭都成了问题,他随身携带家传宝剑,很是惹眼,一日在市集闲逛,却被街上的屠夫给拦下,买猪肉的屠夫自然是不缺油水,生得腰肥榜大,看他不顺眼上前找事,指着韩信侮辱道, 你虽然腰间佩剑,生得高大魁梧,但骨子里却是个胆小鬼,韩信健壮没有搭理的,想要绕开他回家,可屠夫见他耸了不依不饶的拦在他的面前,嚣张的威胁道,你个耸货,要想从此路过,不怕死就拿剑捅死我,踏着我的尸体自然可以过去, 要不然你就是怕死的耸过,从我的胯下钻过去,韩信文言后悔自己只看兵书,不学一身武艺,当街被一个屠夫欺负,没有办法,为了过去,他低伏下身子随后趴在地上,一步一步的朝着屠夫的胯下钻过,他的举动也引得满街人哄堂大笑,纷纷嘲笑他是个懦夫,事后,韩信非常憋屈,握紧手中常见,心底暗暗发誓,君子报仇十年不晚, 纵使屠夫欺他辱的,他依旧没有放弃的心中的目标,剩下的日子里继续饱读兵书,期待有一天被人重用加关禁绝,他在河边学习时遇见洗衣服的老婆婆,婆婆见他几日喂食水米,有些看不下去,于是递来自己做的饭团给他冲击,韩信见状非常感动,心怀感恩,默默地将这份恩情埋藏在心底,随着时间流逝,来到公元前二百一十年, 使皇帝外出巡视天下,半路就去世了,也不知道是仙丹重金属吃多了,还是被赵高历次谋害的,最终宦官赵高联合奸臣历次,害死了最应该继承皇位公子扶苏,随后利用蒙大将军的忠心,将其逼死,随后扶持傀儡皇帝胡亥上尉, 此后天下成了赵高的,百姓们的税收越来越重,慢慢压得人们喘不过来气,各地爆发起义,随后爆发了推翻秦朝的第一站陈胜吴广起义, 此时韩信还受着习老婆婆的一范之恩,最后更是被嫖母的一句话给点醒, 堂堂男子汉连饭都吃不饱,谈什么一范之恩,大男人在世应当建功立业,这一番话打醒了正在迷茫的韩信, 此时向梁也瞅准时机,建立一支近万人队伍,出兵讨伐秦军暴政, 在这个波涛汹涌的时代中,开始逆流上,并在吴县附近积蓄力量, 韩信通过小道消息得知,向梁疏职正在吴县地区招兵买马,很是激动,立马前去投奔, 此时这个时代最有魅力的男人佩公刘邦,也为押送劳役跑了一半,最后摆烂, 自己组建队伍打回沛县,也正式宣布起兵推翻暴琴, 韩信周车劳顿赶到无限,出见霸王项羽,就毛遂自荐,介绍自己来历, 我本名门之后,来自淮因地区,愿意为将军出生入死, 两人第一次见面,韩信就被对方低估了, 他一没铭记,二没有什么战绩,被轻视,项羽给他安排一个普通士兵, 毕竟是金子早晚会发光,和储君战斗力惊人,多次交战, 不管是巨鹿之战,还是之后的定逃之战, 他都没能展现出自身的军事才华,一直被埋没,最后没当上大官, 他多次提出更好的建议,可以兵不血刃地拿下秦军, 项羽都没听进去,随后就爆发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宴会, 彻底改变了天下格局,白鹿园之上有一线名叫巴掌, 刘邦率领麾下大军驻扎在这里, 此时项羽的营地距离他所在地相差不过百十公里, 谋士范增早就察觉出刘邦的威胁, 于是上报项羽要早日除掉这个心腹大患, 但项羽见他好美酒更好美色,并未将刘邦放在心上, 但还是听取谋士的建议摆下宴会邀请刘邦, 双方军营距离太近,刘邦为了小命只好服从, 在宴会上项羽坐于大仗中间,身边是项伯和范增, 刘邦带着张良前来赴宴, 宴会上气氛非常严肃, 双方更是葛怀鬼胎, 范增眼见宴会过半, 项羽一点动静都没有, 开始着急了, 多次对其施眼色, 动手斩草除根, 可霸王为人非常高傲, 不懈使用这些小动作, 范增眼见要错过良机, 立马招呼一旁的项庄上场, 想要接着武剑, 吩咐他故意出差错干掉佩宫, 睿智的张良自然察觉出范增的小手段, 立马来到门外对着跟随而来的樊快说, 想装武剑, 意在佩宫, 樊快本就是个暴脾气, 文言立马掀桌子来到帐上大骂项羽, 佩宫辅助你入关, 立下赫赫战功, 霸王不仅不奖赏他, 反而要谋害他, 储君是要延续秦军的暴行吗? 项羽文言掩面羞愧, 刘邦趁乱借助放水的名义出了大仗, 在手下人的掩护中骑上白马逃回坝上, 张良殿后不识礼节的赠上两对玉器, 范增接过之后怒衰扬言道, 日后夺得向王天下者, 必是佩宫也, 刘邦回去之后没多久, 韩信自知在霸王这里没有出头之日, 他果断离开军营, 转头正在发展的刘邦, 可他第一次来到汉军阵营, 就跟刘邦一开始一样毫不起眼, 因为有学问被分配到管仓库的岗位上, 之后没过多久就犯下军规惹怒刘邦要被处死, 关键时刻他集中生至韩醒下侯鹰被其放过, 成了管理军粮的都尉, 原本非常难以打理的军粮处被韩信处理的井井有条, 之后更是借此时机见到自己伯乐萧和, 两人初次见面向谈甚欢, 谈到当今局势时, 韩信侃侃而谈, 听得萧和两眼放光, 觉得他就是刘邦最需要的人, 于是向老流氓刘邦举荐他, 没想到刘邦目不识盯, 没把韩信放在眼中, 拒绝他败将请求, 韩信眼见得不到重用, 就想着投靠其他起义军虎口, 萧和得知此事不顾天黑骑马追赶韩信, 劝他跟自己回去, 最终成功将未来的兵先追回, 刘邦也听劝败他当汉军大将, 可他千不该万不该, 在占领齐国之后, 越即威胁刘邦, 加封他王位之势, 韩信虽然是为了稳定军心, 更是为了稳定当地民心, 但此时刘邦被包围有危险, 韩信的行为就是刀架刘邦脖子上, 威胁他同意此事, 也为他日后身死埋下伏笔, 刘邦此人看似很大度, 其实心胸狭隘, 大汉建立后, 他分封诸王室迫不得已的行为, 死后更是留下一个烂摊子给后辈, 当年攻打淮南地区, 韩信指挥着汉军如入无人之境, 攻城掠地, 大汉的江山有一多半都是他打下来的, 韩信的用兵如神, 让刘邦胆寒, 更是极度他有如此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, 若是韩信占据齐国拥兵自重, 刘邦真的会浅时难安, 而韩信的军威太大了,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, 朝廷是一个更大的江湖, 宫廷中的权力斗争多如牛毛, 韩信作为掌握军事的神, 为人非常高傲, 朝臣政客对韩信居高自傲早就看不顺眼了, 古往今来, 无数大将死于谣言之中, 均不见前朝明镇天下的秦朝大将白起, 就是因为自身太过优秀, 功绩更是超过丞相范居遭到他的针对, 眼看灭掉赵国, 被文臣范居一句话声声止住脚步, 赵国有了喘息的机会, 在灭赵国多费一番手脚, 韩信虽然是军神, 但为人非常单纯, 甚至很耿直, 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, 他相信刘邦不会海淡, 使他陷入误区, 生死的那一刻才幡然醒悟, 早就为时已晚, 萧和也曾说过四个字, 功高震主, 韩信虽然军事指挥无敌, 但本身没有从政的情商, 不能够表明自己的忠心, 才会被刘邦猜忌, 天下大乱是从唐末开始的, 皇朝起义如一把火, 点燃了大唐王朝的葬礼, 朱温本是皇朝部将, 趁乱自立, 于907年称帝建立后梁, 拉开了五代十国的序幕, 河东的李克用, 凤翔的李茂贞, 京南的高继兴, 成都的王剑等割据一方的节度士, 也纷纷自立为王, 天下从此分崩离析, 朱温虽然身为皇帝, 但雄心远不止于此, 他无时无刻不再谋划着如何一统天下, 尤其是对实力强劲的河东军阀李克用, 更是恨得牙痒痒, 两人争斗了大半辈子, 互有胜负, 一次宴席上, 李克用酒后失言, 当众羞辱朱温, 结下不解之仇, 朱温恼羞成怒, 当夜命人火烧李克用寝宫, 李克用侥幸逃脱, 从此结下粮门深仇, 朱温虽然没能除掉李克用, 却也坐稳了皇位, 为争夺天下迈出了关键一步, 李克用愤怒之语, 也深知朱温不是吃素的, 自己虽然兵强马壮, 一时半会儿还奈何不了朱温, 他决定韬光养晦, 一面拉拢弃丹, 北汉联盟, 一面把复仇的重担交给了儿子李存旭, 临终前, 李克用把三支箭交给李存旭, 一支箭代表要除掉反复无常的北汉流人工, 二支箭是要狠狠教训背信弃义的契丹耶律阿宝基, 三支箭则意味着要为父报仇, 斩杀仇人朱温, 李克用含何耳中, 李存旭含泪接过父亲的一命, 开始了艰难的复仇征程, 李存旭刚继位就内由外患, 养兄弟李存浩等拥兵自重, 想窜夺他的位置, 危急时刻, 李存旭果断出击, 诛杀了心怀不轨的兄弟, 稳定了后方, 朱温健壮, 立即徽兵进攻太原, 妄图趁火打劫,